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骑形 请大家看一下大棋盘 在这盘棋的上一手棋呢 是黑棋靠压 很显然它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让白棋的这个形状变得比较重复 那最关键的就是黑棋想要破坏白棋的眼位 然后再进行攻击 这当然是黑棋的意图 所以我们说下棋 首先呢这个知己知彼 你要了解对方的意图之后 你才能够很好的来选择自己的这个下法 同样白棋实战的这个 面对于白棋的这个下法是非常的灵活 如果当我们看到对方想要以这种方式来压迫自己的这个棋形的时候 可能第一感是考虑怎么来整理这个棋 或者说怎么把这个子先救回来 因为如果你不走的话 下一手棋被它一挖就断开了 这个子的整体的木数价值来说还是挺大的 但是如果说在这硬的话呢 又从心情上来说又不是很愉快 假设从这个不断的角度上来说 白棋可能单粘一个是本手 但这样的话毫无疑问被黑棋先手便宜了 还把你的这个眼位有比较丰富的一个有弹性的棋呢 走重了 这就是黑棋它可以很好的达到自己的这个意图 此后黑棋无论是从这边飞 还是从这挡下来 从形状上来说白棋整体的这个结构都显得很凝重 但是如果说要争先手 从这儿唬一个跟黑棋常交换 又显得非常的俗 以后被黑棋再长 白棋这个局部整体的形状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非常的不够舒展 很凝重 形状和眼位都并不是很丰富 很有弹性 而且这样的交换啊 作为职业高手来说 不是很能够下得出手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学棋的时候 老师都会对我们说一句话就是 走不好的地方就不走了 拖先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下棋的时候 都能够很好的来运用这句话 但是呢 这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但是这盘棋的白棋就很好地运用了这样的一个棋里 这个时候呢 黑棋一靠 他决定这边我想通了 既然我走 也不是 那我不如就把它先放在这 白棋 从上边靠压一个 这手棋也是对于这样的一种跳之后的整形 是一个非常好的后续手段 而且最关键的是呢 我们其实白棋的这个下法是带给了我们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当你去思考局部细节的时候呢 你其实往往更应该把你的眼光放宽一些 把你的事业放到全局去考量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得出来的结论啊 就不仅仅是局限于这样的一个局部 而是以全局作为一个考量的单位 以大局作为一个思考的背景 那这个时候你会选择的这种方式呢 就会更多 你就会考虑取舍 就像这个时候白棋靠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盘面其实还是非常的广阔 黑棋这边的这个 是构成了一个模样 而白棋也有左边的这个 中国流再加上上面的一个挂角来拆边 白棋的模样 也很宏伟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啊 抢到 如果说白棋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头啊 抢过来 对于白棋整体来讲 这个紫的价值 就变得非常小了 其次 白棋如果能走好的话 它完全是 以一种很好的 很积极的方式 把自己的这个姑棋啊 摆脱了一个包袱 所以白棋靠一个 然后后面的这个下法呢 又很实用 所以我们要接着往下看 黑棋肯定不愿意 这个棋再被你这尝一个 这整体的这个结构啊 白棋的这个从形状上和效率上来说 都很满意 黑棋 要斑 那这盘棋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背景是 举财于2016年的 维甲联赛当中的一盘快棋 白棋呢 是一位年轻的棋手 范映 黑棋呢 也是一位在这个国家队的 这个年轻棋手 李轩豪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 黑棋这个时候啊 同样 你 斑了以后呢 就这个头就必须要贴回去 贴出来 否则被白棋拐过来的话 还不如 当初你可能就不走了 让它长出来 要贴 然后呢 白棋 我们都知道 这个二子头必斑 这个时候 很关键 如果你白棋长的话 那可能当初 所有的这个 靠一个的这个下法 就要被推翻了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旗有 可能下棋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它可能上一手棋 下 第一手棋下对了 下得非常的好 我们说这个 就像是踩高 敲一枪 高一脚低一脚的 那就是因为你 没有很好的去把这个 举步做一个整体的 深入的了解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 有下第一步棋 我们觉得不错 这是境界长了 但是很快的 它马上啊 下出了这个 诸如长一个这样的下法 我们就会知道 它其实没有很好的 对这个局部 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所以白棋 要贯彻自己的意图 那么这个斑就是必须的 虽然 有断点 这是眼见的 但是 只有从这样的一种 战斗当中去 寻求一个平衡 而不是一味的去退让 去补自己的断 你这样黑棋就很开心 它就顺势贴进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 引狼入室 白棋现在 如果说你再长的话 它还可以再贴 非其他都没有做 其他的这种 更有创意的手段 它就跟着你走 它不用动脑筋 你就往这贴 那贴厚了以后 这接下来的打入 诸如此类的手段 就变得非常现实了 所以这个头 一定要抢 我们都说这个 入腹针正面 那怎么来判断 它是正面呢 其实很好判断 就是你觉得 哪个地方的价值大 它就是正面 所以现在白棋 它觉得中府 包括边上的 这样一个价值 也就是在这样的 一个空间当中的 这个价值是 非常诱人的 因此呢 必须搬上来 当然黑棋 也不是吃素的 所以这棋肯定 一来一往 这个针锋相对 黑棋一断 那这个时候 白棋它就是 要考虑 这个棋 怎么能够 把这块棋 以及这个子 达到一个 很好的平衡 在这个作战当中 那首先呢 白棋的下一手棋 是一部手筋 也很值得 我们棋友 对于这个局部啊 帮助我们 棋友 更好的去理解 而且呢 白棋这手棋 是起到了一个 前后呼应的作用 还能够 关系到 这个子的 这么一个利弊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 断上来 我们都说 棋从断出生啊 这个头绪呢 就是这么找出来的 白棋现在 它既没有 长跳 也没有从这边打 它先断一个 试一下你黑棋的硬手 看你怎么下 黑棋当然了 它这个时候 没有太多的 这个选择 只能 吃过来 但是白棋呢 再接着 穷追不舍 这一打吃 这打吃 让黑棋很难受啊 从心情上来说 为了照顾 这边的这个出头 它当然想 一手棋 提干净 这样 以后从这打出来 就变得非常现实 但是呢 这个 我们都说 出来混 迟早要还呢 你上 上一手棋 在这靠了一手 就是为了 从这挖断 但是如果你现在 要顾忌其他的问题 这个棋 被白棋 打吃了以后 就变成了 白棋 先手 补断了 那我们刚才 说的这些 所有的 这个黑棋的 有力的 这一面呢 都不存在了 等于白棋 这边 它争了一个 先手 把这 补断了 再重新处理 这边 它整体的 这个 可以去 运作的 这个空间 又更灵活了 所以 黑棋 没办法 打吃的时候 只能老老实实接住 为的是强调之前的 这个 断点的问题 那当然 这几下交换 白棋便宜了 它便宜就在于 它很好地掌握了 这个时候的 时机 所以我们说 次序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白棋再打吃 跟黑棋 常交换 接着把这个 这个棋 再一掌 那这个打吃呢 虽然看上去 有点俗 但是也是此时 局面下的 一个权益之计 因为白棋 最终 它要抢到的是 这个场 因为 如果说 白棋走这边的话 被黑棋 这样打了贴出来 那当初 这个班的 这个思路 它就不连贯了 所以白棋的意图 是一定要走到这儿的 那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呢 能不能很好的 先把这块棋 处理好 所以它觉得 如果单长 被黑棋 长到这儿 这边的棋 气有点紧 也许 可能会被黑棋 攻击 如果你长的话 它可能 黑棋还会再 冲一下之类的 把你的这个盐 给灭掉 再一拐 白棋 不大有勇气 搬一个 否则会被 黑棋 断上来 所以 权衡了一下之后呢 虽然打吃脸俗 但是呢 也是此时 局面下的一个 很好的办法 让白棋心情 很愉快的是 因为它尝到 这个以后 就能够体现 当初断一下 这个优势 你下一步 黑棋你要攻击我白棋 那么你这两个子 就必然变成了 齐筋 你不能切得起 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白棋 这个 从这恰斥的 再一打 心情十分的愉快 但是 此时 黑棋其实也没有办法 因为 这边的话 它必须要去攻白棋 否则 黑棋等于 这样整体的一个思路 它就达不到一个 很好的预期效果 所以从这打出来 也是必然的 接着白棋很愉快 它从这一吃 黑棋觉得 作为职业棋手来说 这个棋 再从这粘住的话 被白棋打了 从这翻出来 实在是心情不能接受 又下了一个鱼形 用攻击不到白棋 所以 取舍了一下 白棋当然也很愉快 他把这个 提了 就等于是 把自己的这个 姑棋 整个的 就 没有后顾之忧了 连回去 黑棋呢 它 也有所收获 它就是把 这个 外事啊 好歹算是 走到了一个 正面 但是整体来看 白棋的这个下法 在下边的 这个处理 可以说还是算很成功的 毕竟 它现在 没有包袱了 因为自己的这个棋 已经连回来了 虽然黑棋 你在这儿有一道外事 但是你知道外事 究竟 能不能够 为你这一块棋 成为实地 来作为一个 很好的后盾呢 这是白棋 此后 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所以实战呢 白棋打入 黑棋尖一个 给白棋留下了一些思考 就是如何 再一次的来考虑 这个局部之后 白棋应该怎么去 很好的来处理 所以实战后来的 这个进程 依然是 非常的精彩 那么想要知道 白棋后来怎么下的呢 我们稍后会给大家介绍 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其次妙想 我是王湘如 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到 这盘棋 上一手棋 黑棋 小间 企图 攻击白棋 而此后呢 给大家留下了 一个思考的空间 就是白棋 接下来 要如何处理 这一块 这个子 如何在 黑棋的这样一个 比较 广阔的这样一个 天地下 有所作为 那此后这盘棋的实战呢 的下法呢 也是非常的精彩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要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 白棋在这个局面下 一种 几种常规的下法 第一步当然是长一个 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呢 长一个通常情况下是 强调黑棋 这个形状 比较薄 还有呢 就是白棋可能会 自身 比如说交换完了以后 会有 拆边的空间 那现在这个情况 给白棋的这个 这个手棋的利弊的话 就是 它虽然强调了 黑棋比较薄 但是前提 白棋也是同样的 它这样的下法呢 会使得自己的 棋本身比较重一些 速度也会比较慢 那如果要追求 跑得比较快呢 那肯定是跳一个 会更加的清零一些 白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这两手棋 作为一个比较的话 那可能会 更愿意选择 跑得快一点的下法 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前提条件下呢 实战白棋 这一步飞 与这个跳比起来呢 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同时呢 它又要更胜于 单跳一个 因为这个下法 更加的积极 首先这手棋 如果黑棋团的话 白棋这个时候注意 是不能挡的 如果你挡的话 它就断上来 那这边还是两边 并不是特别好处理 虽然你可以碰一个 但是黑棋就长出来 白棋形状上 反而会把自己走得更重 这个时候要贯彻 最开始的意图 继续很清零的 来处理这块 这样的紫 如果说黑棋袜粘的话呢 白棋就打吃 就是这个紫呢 它可以看清了 然后 比方说 白棋从这边飞 或者飞一个 总之 黑棋从这拐过来 那这边的边控呢 可以白棋大方一点 让给你黑棋 那它做到的 就是把你压缩到了 这个三线上的控 然后 同时呢 就是这个紫的话 其实不要小看它 它其实还是有 一定的活动空间的 白棋之后的这个重心 可能会放在 如何把自己 经营好自己的 这个左边的 这样的一个势力当中 这是白棋的一个构思 所以我们依然是 在强调 当你在思考一个 局部细节的时候 更应该放眼全局 而做一个 比较宏观的 这样一个思考 实战呢 黑棋搬 白棋断上来 白棋之所以啊 它能够 有底气飞一个 也是因为 现在你黑棋不敢粘 它这个白棋 下一步 抱持你 针子有利 所以黑棋只能吃过来 当然这个时候呢 白棋在这边打吃 这样的针子呢 白棋是不利的 所以黑棋 它敢这么下 黑棋这样下呢 也是以一种 很用强的方式 我就是要把你断开 让你这边 这针不死我 同时呢 你这两个子啊 还没有这么 轻易就让你去 把这两个子处理好 所以这个 也是黑棋在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所做出的 最强硬的一种 回击的态度 那白棋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啊 切记最重要的 就是保持冷静 千万不能乱了手脚 白棋先立一下 即使是被吃 也要让他死得其所 所以 围棋才会有 这个弃子的艺术 所以 我们在这个 很多时候 我们奇迷朋友们 会有一个通病 就是 自己的阶级兄弟 很有感情 一个都不愿意 让对方吃 但是呢 其实 围棋并不是这样的 他的最终目的是 以 围帝者 多 围圣 所以我们 被吃掉子啊 并不是 这样的一个 导致胜负的 这种关键 而是在于 你如何能够 很好的 去运用你在 棋盘上的 每一个子 让他发挥出 他最大的 这个效用 因此 白棋立一下以后呢 就会 在这样的一个 局部此后 能够产生 非常多的 可以去 兼用的地方 而实战 白棋 给出的这个 在这个局部的 处理方式的 态度是 非常的清晰 也是非常的 宏观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没有说 在这个局部 我要在这儿 去活一块 也没有说 我在边上的 一定要 导臨出棋来 那我们看一下 白棋 他的态度 拐一个 因为这立了以后 黑棋的气很紧 所以 要长 接着白棋 压一个 这些时候的 次序呢 都是 非常的 重要的 因为 你在前后 你可能 在这边 把味道 卖掉之后 你有可能 这个 压就走不到了 当他如果说 把气收在这儿 打吃了之后 这边 黑棋 他就可以 比如说 扳头 诸如此类 或者说 直接连扳 这样的下法 因为 他在这儿 已经有紫了 所以 这个时候的 次序 是 很谨慎的 白棋 先在这边 看你黑棋的态度 这个时候 黑棋 是没什么脾气 因为 这边的 紫啊 都没有 把白棋 的气收紧 他也不能扳 这个 扳的话 白棋 可能马上 就从这儿一拐 你在这儿 无论是粘还是长 下一步被白棋 断 那 这两个子和 这两个子 必然是 要被吃掉一边 所以黑棋 也没得选 只能长 虽然我们看到 黑棋 其实 他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 把自己的边控 转换成了实地 但是呢 白棋的判断 是非常的清晰的 他觉得 只要是在 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啊 把你这个空 压缩到 这样的一个范围 然后呢 我能够达到 把这块棋走畅 同时 更积极一点 就是能够作为 上边啊 继续经营自己 这边的势力的 这样的一个前提 有接应的话 这个结果 白棋可以满意 而经过了这样一个判断 白棋才会 这么去选择 所以 我们下棋 很多时候 齐迷朋友们 不愿意去判断形势 觉得鼠目 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呢 我 我想这也是 可以理解的 因为 在我们 其实没有 终局的时候啊 很多 很多齐 你不知道要怎么给他 数目 比如说后世 应该算几目 姑齐 是否应该扣他的目数 但是呢 我希望我们 齐迷朋友们 养成一种 对于 你 整个局势进程 有自己认知的 这样的一种习惯 因为 只有当你 对 这个大局啊 了然于心 有了自己的一个判断 这样的话 你才有利于 去 做 更明确啊 更准确的选择 就像白齐 如果说他 判断形式 觉得 让黑齐这样 连边带角的 威控控不够 那白齐肯定 也不会这么下 他可能会 拼死的 在这个 边上去 做火 那完全就是 两种不一样的 这个格局和结果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啊 这个齐 如果说黑齐 这个时候 粘的话呢 他觉得 不能忍 被白齐再从这 飞一个 就等于是 整个连片了 连片以后呢 这边这个子 虽然白齐 他不会说 直接 从 这个 很直线 不给黑齐 丝毫面子的 从这 小间出去 但是 他在这一带 诸如此类的 这种 四跑 飞跑的 情 让你反而 黑齐是很难受的 这样 聊聊 数子 走了几手 以后白齐全局会 上面的这样的一块 空变得很生动 他似乎每一个子 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就是一种 高效的体现 那 围齐呢 他其实就是 讲究的是一个 子效的 这么一个运用 然后 黑齐 反击 护上来 当然了 白齐 也有 自己的应对 从这 冲一个 然后断一下 这边呢 他 不着急 虽然这个 如果你黑齐要吃 当然木树很大 但是这个脚上的木树 也是不容忽视的 尝 然后呢 白齐 打吃 白齐在这边呢 他做的这个 所有的手段呢 其实还是想通过这样的下法 把这四个子给救回来 打吃 这个时候 黑齐 不能再长了 因为长完了以后 白齐挡 跟黑齐拐交换 再一跳 里面呢 有一个收器 是黑齐可以大头鬼吃掉 白齐 但是 这么吃的话 给黑齐自身的木树 损失是比较大的 再者呢 白齐他可以 先 比如说单靠一个 黑齐自己的这个形状 被打吃一下 完全就是一个鱼形 所以他吃在下边 这样白齐提掉 黑齐粘住 他觉得 这个头比刚才 还要硬一些 但是 这个难不到 这个白齐 他 现在这边 给你交换一下 之前在这个 点的时候 他先交换了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 再以 笔顶 把你这个 强行的 闷在里面 黑齐这个时候 是不能轻易的乱动的 如果你扳的话 我这断完 你自己的这个 气是很紧的 扳这个 所以这盘鸡 其实白齐的 它之所以啊 能够成功 甚至是后面 能够获胜 我想 完全是 得益于 他对于 整体 盘面上的一个 非常清晰的 这么一个 判断和 一个 很 可以说是 很大局的 这样一种掌控 这个时候 他下的旗 我们可以看到 白齐其实下的 非常的自然 他并不是说 我打入你 我就一定要在这 做火 也不是说 我这边被你断开了 我这四个子 就一定要救回来 而是我们看到 在这样的 一种 很自然的状态下 他这边 先提了一个 拔花 得了一个 可以在墓树上的便宜 也把自己走厚了 同时巩固了 这边打入 因为这边 现在黑系 这个头是软的 然后他再依靠 也不是说 我一定要把 这四个子救回来 他就这样 如果你黑系 要吃的话呢 我也可以给你吃 但是呢 你会觉得 你吃掉我也 并没有 能够 让你想象中的 心情这么愉快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黑系小间 白系挤一下 看看你的应手 如果沾的话 这个再被一斑 黑系就只能吃到 这个 很干扁的木树 不能忍 尝出来 但是这边呢 就欠着一手棋 这个白系打吃 可以连回去 但是在 可以连回的前提下呢 白系他也不连 这就是非常准确的 一个判断 他扳一下 看看你应手 黑系想一想 还是把这个粘回来吧 这样呢 白系再沾 黑系小间 白系再一跳 经由这么一个打入之后的 整个的局部看下来 白系可以算是非常成功 非常主动的 把自己的这个 棋弃掉了 但是呢 他的获利 非常的明显 上面 整个连成了一道后市 还非常 有力的把 黑系这边 左边的这四个字 给断开了 因此呢 为自己后来的这个胜利 奠定了一个 很好的基础 好的观众朋友们 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